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捕爵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哺乳动物一般为胎生 人类就是哺乳动物 一个孩子从形成到从母体中脱落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 动物胚胎的发育 都要依赖母体的营养功绩 而一般的鸟类 爬虫类和鱼类等属于卵生动物 动物产下卵后 经过孵化再变成新的生命 这是另一种生殖方式 那么问题来了 人类有没有可能出现卵生动物 众所周知 人类作为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 但是科学家一直以来 都没有放弃过对其他人种的寻找和研究 最近有几名意大利的考古学家 在印度尼西亚婆罗州的热带雨林中 一棵巨树的根部响 发现了一枚巨蛋 当时科学家们认为 这是一枚恐龙蛋化石 机缘巧合之下 没有孵化就被埋入土中 然而当科学家对这颗巨蛋进行 阿克思光扫描后 就有了离奇的发现 这里面竟然有一个人形生物 难道《山海经》中记载的神奇国度卵民国 是真实存在的吗 如果真实存在 那为什么如今的人类都是胎生呢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佛教典籍涅槃经中记载 一切众生有四种生 分别是卵生胎生 失生化生 这四种生的人都有 卵生胎生我们明白是什么意思 剩下失生就是依靠水分生长出来的生物 比如蟋蟀 飞蛾 蚊虫 蒙瑞 麻生虫等 属于剑印而生 化生就是没有父母 却能自然变化而生的生命 比如古屋放久了 就自然会长出虫来 而在这四种诞生方式也在告诉我们 这在自然界中是一种常态 那么人有没有可能卵生了 翻开《山海经》中的《大黄南经》 就可以发现其中有关于卵民国的记载 这个国家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顾名思义就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 全部都是卵生的 卵民国的图腾信仰是神鸟 因此这些国民也都是在神鸟的庇护下 出生及成长的 除了卵民国外 在海外南京中 还有一个与卵民国非常相似的国家 叫羽民国 这个国家国民的特点就是虽然有人的体型 但是却额外整出了带有羽毛的翅膀 尽管有翅膀 却像技一样能扑腾几下 然而又飞不了太高 后世曾将羽民国的人称之为是仙人 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人都无法掌握的技能 飞行 尽管飞不高 但是也比没有强 羽民国的图腾信仰是鸡 而鸡也是从弹中生出来的 所以羽民国中的人实际上也属于卵生 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 简直无法想象 因为在我们看来 人类从来都是胎生的 但是晋朝的郭普先生认为 羽民国是卵生的 卵民国也是卵生的 有可能两个国度其实是一个国度 他们的父母是人 但是却具备鸟的特征 所以《山海经》中才描述于人 为人长甲却身生于 所以这些人是人的生理结构 但这里就出现了问题 如果他们本身是人 为什么在有了翅膀后 连生殖方式都改变了 由于几千年来 没有人真的见过卵生之人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 《山海经》中记载的卵生之人 可能并不存在 仅仅只是古人的幻想 可如果是幻想 为什么在那个交通并不便捷的时代 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神话记载中 都有卵生人的描述 比如在希腊神话中 爱神俄罗斯就是从 一枚巨大的金弹中诞生 当他从金弹中出来后 分开的弹壳分别化为 天空之神乌拉诺斯 和大地母神盖亚 俄罗斯用爱之力让两者交够 但所谓的交够并非平等 而是乌拉诺斯将他的生命之主 播种到盖亚的大地子宫里 由此孕育出生命 在古埃及神话中 也是在一颗金弹分裂后 天神努特将他的种子 播撒到地神盖部体内 繁育出勃勃生机 就连华夏神话中的盘古也不例外 根据《三五历经》的记载 它也是软生出来的 其原文中提到最初的宇宙混沌 像是鸡蛋一般 盘古历经了一万八千年的生长才破壳而出 开天辟地后 蛋清变成了天 蛋黄变成了地 世界才有如今的样貌 播至如此 根据《史记音本记》和《周本记》记载 在《夏生周三代》中 商朝人和周朝人的始祖 便都是由鸟类抚养出生的 商朝人的始祖名为契 他出生的传奇故事 被记录于《诗经》中的《商颂篇》 其中说道 上天派下了一只高贵的玄鸟 其便是从玄鸟所产的蛋中诞生出来的 既然气是从蛋中诞生的 那么它就不属于胎生的 因为诞生动物就属于卵生动物 无独有偶 周朝人的始祖后继 也是在一只神鸟的呵护下出生的 后继的诞生方式 还被司马迁入了始祭之中 大大加强了其存在的真实性 据说后继的母亲江源 有一天外出时 发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 当他踩上那个脚印后 突然感觉到身体一阵眩晕 随后不久江源竟然怀孕了 怀胎十月后的那年冬天 江源竟然缠下了一颗蛋 他觉得这是十分不吉利的 所以就把蛋扔在了河面上 没想到刚扔下去 河面瞬间就结了冰 此时一只大鸟飞来 细心地将蛋呵护在了自己的羽衣之下 几个月后后继便从蛋中出生了 因此后继也属于卵生人类 著名学者傅思年 在他的著作《一下东西说》中 就提出过一个揭露 上古时期的人类可能都是卵生的 契合后继的出生便是证据 尽管有史料可医 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史料距今都太过于久远 因此真实性上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而且卵生的说法 也不符合现代生物学 对于人类发展历史的研究 不过幸好科学家们 在亚马逊森林地区发现了新的证据 似乎可以证明有卵生人类的存在 2018年意大利人类学家沃费泽博士 和他的十名探险队员 为了研究原始部落生活 来到印度尼西亚婆罗州的热带雨林探险 不久之后 他们就在一棵巨树的根部下 发现了一枚巨蛋 当时科学家们认为 这可能是一棵残存的恐龙蛋化石 因为它的大小有将近一人之高 可能是在很久以前 这棵蛋没来得及孵化就被埋入土中 但是将这棵蛋带回实验室扫描后 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 蛋中竟然有一个人形生物 这就说明蛋极有可能不是恐龙蛋 而是上古时期留存至今的一颗人类蛋 可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蛋 因此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有人猜测这是当地古代的一种葬礼习俗 将人死后的棺材做成蛋的形状埋入地下 但是机缘巧合之下 这颗蛋又从地下露了出来 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人和棺材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因此才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不过婆罗州热带雨林的历史记载中 从没有过这样的葬礼习俗 因此不可能是人死后才产生的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颗蛋是上古时期人类进化的另一条路线 也就是夏商周时期所说的 从蛋中出生的卵生人类 巧合的是 他们接下来的探险也印证了这个观点 当他们来到一处山脊 正要步入下面的山谷时 忽然间头上的大树上 传来一阵尖叫声 只见在树枝上 一些全身赤裸的土种 蹲在一个个用树叶青草气搭成的巢穴内 目不转间地望着他们 并不时兴奋地像鸟雀般 吱吱喳喳叫个不停 过了一会儿 大约有二十多个土种 从树上爬了下来 慢慢地向探险队员们走来 根据沃费兹博士的描述 这些土猪大约只有1.2米高 看来十分原始 样子虽然像人形 但却有着鸟雀的个性 它们只有一颗大牙 就像象牙一样 从口中吐了出来 不仅如此 它们来到探险队的面前 既不害怕也没有显示出敌意 这些鸟人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 还不时拿出一些大蚯蚓来 请探险队员们吃 而那些蚯蚓就是它们的日常主食 接着 这些鸟人就带领探险队员们 来到它们的家 这是一个建设在几棵大树上的巨大平台 当探险队员爬上平台 立即看到了惊人的情景 大约30多个女性鸟人 正各自坐在一枚白色的巨蛋上 进行了俘化 沃费博士说 这里就像我们的育婴室一般 那些鸟人就坐在那些蛋上 让它们保持温暖 而在其中一个角落 一个婴儿已经用长牙将蛋壳弄开 准备破了而出 而在这里做客的这段时间 大家才知道那些女性鸟人在怀孕六个月后 便会生下一枚大蛋 而它们会再把蛋孵化三个月 直至婴儿出生为止 九个月的孕育过程才会完成 这时候母亲就和常人一样 开始无母乳捕鱼了 当探险队员们回归人类社会后 这则消息也渐渐流传得越来越广 有人莫名前去寻找卵生人 但奇怪是都没有找到这些人的踪迹 久而久之 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卵生人的传说是不靠谱的 是探险家哗众取宠的把戏 或是产生的幻觉 但如果是幻觉 为什么这种一卵生宇宙为母体的创世神话 在很多国家很多民族都有出现 一些学者认为 这可能是人类文化的统一性 而且在《山海经》中 其实我们能看到的是 卵生神话背后的鸟崇拜 根据目前研究来看 鸟崇拜主要集中于东夷地区 比如帝郡 太号以及少号不足 经常看见关于鸟图腾性质的描述 而鸟与卵具有什么象征意呢 最大可能就是与生殖崇拜有关了 一些学者认为 鸟与卵正是生殖器的隐喻 比如郭沫若认为 鸟植到现在都是生殖器的别名 而卵是高碗的别名 不过脑补菌认为 或许上过以及远古时期的人类 和其他动物一般 都是从卵中诞生的 只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和人类的不断进化 卵生这种生产方式逐渐被淘汰 这样也能使得人类的进化更加全面 因此慢慢地卵生人类绝节 只剩下了胎生人类 而在调查资料的过程中 脑补菌发现卵生和胎生之间 还有一种中间状态叫做卵胎生 夏商周时期的契合后继 更有可能是通过卵胎生的方式 来到时间的 这也是关于亚马逊巨蛋 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尽管我们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但是没有哪一条定理是绝对正确的 上古时期的人类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着许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探索 或许在一些人际含痣的地方 真的存在一些 我们没有见过的人类也说不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菌 我们下期再见